嘴嘴明显到右眼改善 牙齿歪七扭八道整整齐齐 接下巴也出来了 整牙换头是真的 整牙要趁早 想说给大家录一下 2021年我身上最最最最最明显的变迷经验 就是整牙 整牙之前也做了很久很久的功课 一个事情就是把我整牙的一些原因啊 然后还有整牙的方案啊 需要注意一下什么呀 还有什么价格呀什么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的牙齿真的是排起了很多 虽然就短短的十个月左右 最重要的是我的嘴吐 有阴险的改善了 找了一些我以前拍的侧面的照片 还有现在侧面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还是有用的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点惊喜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圆脸的那个下巴 好像是尖了那么一丢丢 但说一下我的原因 其实开头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是觉得我的嘴特别特别突 就是突的一些问题 就非常我接受不了 介绍不了 因为它从侧面看 就会非常暴露你的缺点 而且非常影响你的颜值 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牙有点不齐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想整牙 但是妈觉得没有什么 太阻止了 她就觉得如果整牙的话 可能会改变我的脸型 然后我就没有整 然后就耽误了我四年 最后我还是自己去整 题外话 整牙有趁早 不影响你啥 而且整牙的这个年龄段是很好的 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牙有点不齐 大家看我那个那个牙的模型 就能看出来 然后呢我说一下我选择的医院和方案 我当时也查了一些 然后有那个镇江省 省口和航口 航口好像是私立的 反正它就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价格好像会更高一些 医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还挺亲切的 然后也很温柔 当时一个医生结合我整个人 给了我一个方案 就是先不拔牙 即使大家在整牙之前 应该多跑几个医院 看一下医生给你的方案 然后你再去对比 但我就是很怕麻烦 很懒的一个人 大家不要小他 医生给我的方案 是不拔牙 然后先矫正 他就觉得如果我拔牙 他怕影响我的脸型 就是我现在肉肉的嘛 脸型也蛮可爱的 我不拔牙的基础 是建立在我拔了四颗智齿 都是尽其拔的 说可以给那个牙齿 往后移留位置 这个真的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去看 你不能说在网路上 问大家我要不要拔牙呀 然后我带的就是影型牙套 影型牙套呢和钢牙 它就是各有各的好处 钢牙也会分什么 自作陶瓷什么什么什么 效果很快 时间很短 我现在带影型需要两年多 但我带钢牙可能就一年半 然后也是最传统的 也是比较好掌控的吧 缺点就可能会很磨嘴 然后很不舒服 影响美观这些 大家也都懂 然后影响到相对来讲呢 就会更方便一点 而且拆卸比较好 然后影响到分影 影视美和时代天使 觉得价位不同 但效果好像是差不多的 然后影视美会够舒适一点 然后我觉得它的优点 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不太影响你的 各种上回 除了我刚开始带的时候 有一点大折 就是我没太适应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的价格是4万多 然后综合下来 应该是5万不到 其实整牙还是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情况 然后看一下医生 怎么推荐给你 但是我不建议小孩子去搞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没有自治力 就是影响到 它必须要带够多少小时的 不要去 没事给它拆掉 要好好带够小时 好好带脾巾 大家可能 够关心牙套脸的问题 还是挺看个人的 像我这种肉脸 圆脸 我觉得你可以去戴牙套 因为牙套脸 真的不是很明显 不过你颧骨 真的非常非常高 然后太阳穴凹陷 也很严重 然后你的脸 就是那种瘦瘦的那种 那种超膜脸的话 比较容易出现牙套脸 但是你卸掉牙套之后 其实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恢复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 因人而异 大家自己考虑 不认会出现牙套脸 有的人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 你就是以一颗平常心 去看待这件事情 你想整牙 你就去整 因为这个真的是 整牙要颤糟 我现在二十多大 我现在不是高度上来 我现在大时大 我现在大时低业了 我能不能整 就是整牙是不会晚 整牙是不会晚的 就是你现在 就是你最早的整牙时刻 就是你要整 你就赶紧去整 你不要想那么多 不管你有没有带牙套 我觉得口腔味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蛀牙要啥 你一定要去 早点给他治疗 不要记得定期去医院 好 你嘴 定期去医院检查牙齿 关于整牙的细节问题 可以留言去问我 或者私心问我 拜拜 拜拜